灰省和安省今日新增病例數都超過16,000宗 灰省的招禁措施由今日開始生效 亞省和卑斯省也宣布縮短感染者的隔離期 安省今日再報告創紀錄的16,713宗新病例 灰省報告16,461宗 安省目前的7日平均值是11,348 而上星期該數字是4,922 兩個星期前只是1,914 灰省實施的宵禁措施由今晚5點開始生效 餐館堂食、身內聚會和非必要服務企業 都被禁止或者關閉 灰省的住院人數由昨天的939人 增加至1,063人 紐賓兆域省省長希格斯今早宣布 他快速檢測結果是陽性 仍然在等待PCR檢測結果 他已經有輕微的症狀 包括咳嗽、喉嚨痛等等 紐賓兆域省今日報告創紀錄的682宗新病例 省府宣布醫療系統 正面臨至疫情以來最嚴重的形勢 將會取消非緊急性和選擇性的手術 由1月11日開始 該省中小學生將會開始在家中上網課 亞省和卑斯省也宣布 將完成疫苗接種的感染者的隔離時間 由10日縮短至5日 亞省還宣布將中小學生的寒假延長一個星期 新學期將會在1月10日開學 但省府還未決定 屆時學生是否上網課還是實體課